请问一下这个爱丽丝老师 这个送礼 我们总是要送到星坎里面 所以应该要怎么样送 或什么样的星座人 才会送对礼 很难送耶 送礼 真的 送礼真的是一门学问 有些人是送自己喜欢的礼物 可能很优品味 很精致 可是这三位上榜星座的朋友 就是会送到你星坎里 你知道说 这就是你现在目前最需要的 最渴望 最想要得到的礼物 那我们来看看 请来宾拿出你的星坎 还有我们观众朋友们 看看太阳 金星跟上升 有上榜都算喔 首先来公布一下第三名 送礼送到星坎里 是谢谢我们巨蟹座的朋友 好 那巨蟹座是属于 这个手作礼物 而且实用有心 然后巨蟹总是想很多 所以对巨蟹座的朋友 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 他会觉得呢 要么就不要送 要送呢 就要送那种 让你一辈子都记得它 或者是你的居家 日常生活中都有它的身影 例如说他会喜欢那一种呢 可能是居家使用的 譬如说知道你刚生宝宝啦 他就会手作宝宝 口水精 或者是自己做的妈妈包 让你背的呢 就是轻松啊 又很舒服啦 那或者是呢 他喜欢一些比较纪念价值的 可能有你们的合照的马克杯 连你喝水都想到它 或者是呢 在你的居家的厨房啊 有一些配件啊 日式的这种疗愈系小物 可能会占的饭池啦 会什么的啦 这些小东西 让你在你的生活中 都有它的心意 那再来就是呢 它比较厉害的就是 它总是知道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现在正缺的又是什么 你就会觉得哇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了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本领 这就把你当做 自己的家人一样 这是我们第三名 那再来我们看看第二名呢 我们三位有没有上榜呢 我们的母羊 我们先给母羊 那母羊其实是属于 很容易给你惊喜哦 我们都觉得说 母羊就洒白甜啊 可能常常忘东忘西 可是其实它在送礼 还蛮厉害的一点就是呢 它可能没有办法费尽思量 百转纤维去思考说 到底要送什么啦 生日怎么样啊 价值如何 这对母羊的朋友来说 太烧恼 太烧恼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去思考那么多 因为母羊做朋友 它很单纯 很直接 想到什么就去做 所以最好的就是说 你告诉他你缺的是什么 他最贴心的是什么 他会记下 你现在要的缺的是什么 只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 在当天送你 因为他会忘记 那一天是你的生日 所以通常就是跟朋友 逛街的时候才发现什么 满路都在卖康乃馨 原来今天是母亲节 赶快打给妈妈去吃 母亲节大餐 然后也赶快去抢购 最后那一颗蛋糕 然后什么都是一大数的康乃馨 妈妈还觉得好惊喜 其实是他忘记 所以不小心会制造这个美丽的差距 这个也是属于蛮大型的模样 再来第一名 我们的那个废丹尼有上属 废丹尼的金星 就在我们的天蝎座 那为什么我给天蝎 我觉得天蝎座朋友是 揣摩人心 然后贴心到位 它本来就是属于那种 有看透人心 洞悉人性的本领 我就是知道你要什么 而且我什么时机送 送什么价值 怎么样的价格范围 那什么样的时间点 怎么样的气氛奉上 你就会很重心 觉得我很大心 这是天蝎最厉害的地方 那天蝎座的朋友 总给人家觉得 他是不是小气 一马不薄 其实蛮自私的 但是其实天蝎 对自己人 对朋友都非常讲义气 他是很舍得花 所以天蝎就是属于说 他参考的就是 第一个 他在意的是我的真心诚意 所以他反而跟母羊 完全截然相反 他会去思考 我到底价值如何 该怎么送 送的对象又是谁 如果是老板 如果是情人 如果是长辈 那再来这个礼物的 价格的范围 它的价值性 再来它第二最重视的 那个价值不是只有 仅限于价格本身 而是有没有稀有性 珍不珍贵 是不是名贵精品 是不是名师收藏 可能是笃铃哥用过的锅具 或者是鸭子 穿过的这个围裙 围裙 那你就觉得上菜的时候 觉得很舒服 很贵妇 有艺术浪漫 法国风景 是 好 等等之类的 对 本书 那最后呢 就可能你入厨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就是身体过敏 常常这里养 那里酸痛 就送你什么呢 可能是房城满贵族体验 一躺级入睡的高级床垫 而且是限量版 你一听到这个头衔 就觉得好有心 对 你不是送我我需要的而已 送我最好的 最好的 限量的 而且一躺即入 所以我听了就已经睡着的感觉 就觉得非常舒服 或者是说母亲姐知道妈妈就很省钱 台湾妈妈都很省钱 都舍不得花 明明洗衣机就坏了 还硬要洗全家的衣服 冷气一直在滴水 还是滴滴答答一直在吹 然后度过这个夏天 我们这个天蝎就是很会找时机的 直接就是全自动免运免烫脱水洗衣机 或者是什么高解析度超薄薄到你几乎忘了它的存在的 易经电视 所以它总是会在这种最厉害的时机点线上最厉害的礼物 所以通常非常送到新刊里 那以上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与